关于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还有哪些看点 接下来再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时间 把时间交给吴鹏 好的 集盟 第1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有哪些看点 亚太安全究竟面临哪些挑战 如何来管控分歧与风险呢 来看媒体的分析解读 香港中平社 共商亚太安全新挑战 每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 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 又被称为是亚洲安全峰会 该地区内主要国家正努力 应对复杂的安全挑战 今年的美国代理国防部长 和中国国防部部长的演讲内容 引发世界关注 对亚太绝大多数国家来说 更愿意看到中美两国 能够找到具有建设性的合作模式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还希望集中讨论小国 在推动多边秩序方面的作用 另外朝鲜半岛局势 一直都是关注的焦点 看一下路途社 关注到的是哪些方面的内容 中美防长会谈释放出了 积极信号 关注到的是中美防长的会谈 报道中提出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和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 在昨天傍晚举行了会见 据了解会见持续的时间 比预定中要长 两人在会见以后 也交换了礼品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说 两人的会面历时20分钟 就如何建立降低双方误解和误判风险的 两军关系展开讨论 这有助于 避免中美双方从经贸到科技 甚至人文交流领域的博弈 蔓延至安全领域 再来看一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 报道中提出 美国还是渴望维持地区的影响力的 特朗普政府弱化了亚太在平衡战略 提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 却始终无法集合成一个 更具实质意义的战略框架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 会继续承诺 美国将会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报道中说 届时印度和东盟对此的看法值得关注 舆论认为 美国难以撼动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如果美国强推所谓的印太战略 可能会给亚太带来更多的分裂 而并非是繁荣 最后再来看一下 美国有线电视新网的报道 地区安全面临着一些新的不确定性 报道中提出 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之下 地区的未来出现了新的不确定性 亚太独特的地理位置 以及中美关系的博弈 放大了这片区域风险管控的难度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 中方代表出席本届对话会 展现了一个自信的 中国和中国军队 愿与地区和世界各国互动的这种愿望 各方期待听到中方阐述 如何继续为区域和平稳定 做出贡献的主张 而美国最好不要在地缘政治游戏中陷得太深 好 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启蒙 感谢观看